新聞的頭一條 這個愛情真的是無分二零 六十多歲的太太 也是讓丁言比義是騙到傻傻子 這個住在苗栗頂南 六十多歲的太太 剛就詐騙一團 對方來騙說 她是戰爹的軍醫師 每天是這樣跟問家問夜跟關心 讓這個太太有愛 有那種亂愛的感覺 接下來對方就開槌賺錢 這個太太都不懷疑 就要去賠錢賠五十萬給她 我們今天怎麼做錢就是不好 一天來走三次的郵局跟銀行 就是賣買來賠錢 我們今天是很害怕 又看到這個阿姨說阿姨 那又是妳 妳怎麼都說不聽 請討厭小學 六十多歲的婦人 說要賠五十多萬給各位朋友 警察聽到婦人說 對方是照片一團 說她是軍党的意思都是不懂的 會跟妳關心 照照問的也是假的 苦口吃過婦人人這麼走 甚至過兩分鐘 婦人人又回到同一間遊客 還要繼續回饋 不是啊 我希望妳清醒 照這樣兩個多小時前耶 因為現在又跑來 妳是真的聽得懂嗎 我走啦 我走啦 有人家在說痛有啦 不過已經叫照片一團 當天未定位騙到公公司 那天不然她又來到另外一間銀行 第三次要賠錢 跟她叫航園 發現沒有對當通知警察 警察一人來看著她 就要飛飛去 阿姨妳 剛剛沒有才來過而已嘛 對啦 那妳 可是妳這第二禮物啊 一樣把她煮啊 沒有啊 有人家一個人大 學生在在掛地做事 沒有家的人不怕關心 只會遇到愛情騙手 警察水夢真的沒來 不過也是很耐心給她解釋 我以為她也聽 警察在說什麼 才把錢補掉的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介紹